乙肝患者养肝有尿招,坚持三步走,打倒乙肝病毒植老虎。 湖北上武汉市的一位赵大爷今年68岁了,还是经常活跃在洗牌室里,跟几个老哥们打麻将,每天是不亦乐乎。 赵大爷二十年前查出来乙肝,但是这么多年来,病情一直没有恶化。 相反,赵大爷越活越年轻,身子骨越来越贱了,大家都在说,这赵大爷既不像这个年纪的人,也不像是得了病的人。 赵大爷摸了一把胡子,笑嘻嘻的说,这样,多亏我的养肝妙招了,很多乙肝患者都以为,我这生病了,是不是需要静养啊,是不是得多休息啊,多休息是对的。 但是,也要保证有一定的运动量啊,这样才能提高身体免疫力。 现在人都讲究精米经验,但其实粗粮对我们才是最好的,助消化,消化好了,身体机能好了,还能爬肝毒,尤其是和老年人吃。 研究进入身体后,都需要身体代谢,血液代谢不了进入肝脏,肝脏本身就有病,你这不是给它增加负担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本期视频,请查并订阅本频道,我们在一起估计文字幕,订阅本频道,公关节节目。